指導老師說的 不是鳥類使館後段會膨大的部分 也不是形容吹牛 而是氣球的台語 現場也用台語分享科學實驗 發掘生活中的靜電 實在競猝鼻 不只在遊戲中學習 布袋系友還換穿泰雅族傳統服飾 原住民女孩吉瓦斯擔任主角 傳遞科學知識 科教館舉辦的多語共融教育市集 讓台語 客家語 原住民語等 丰富語言結合科學教育 打破本土語言框架 同來自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文化的話 你做出來的產品 設計出來的活動的話 都有各種文化的元素在裡面的話 我想是對台灣這個環境的話 會更加的豐富 讓我們就是說 對我們的祖先留下來 這些珍貴的文化資產 能夠更加的擴展出去 讓各個民族各個族群 都可以相互的共融 多元的教育推廣 用母語認識科學 自然自在開口說母語 這樣做最接地氣 大愛新聞 林國昕 李明華 梁家民 台北報導